失落的一天,从和小表妹一起看电视开始 表妹,姥姥的眼镜找不着了,帮姥姥找找呗 姥姥,你看我这里表姐姐和西瓜田呢,你等我看完 小表妹,你怎么能这样 那个,姥姥,眼镜我帮你拿 你好好看着小表妹怎么欺负我的 姥姥的眼镜会藏哪呢 肉眼可见的地方,看样子是不在楼下了 上二楼瞧瞧,二楼的三桌上没有 姥姥的床倒是出现了保险柜 难道是姥姥放进去了 钥匙通常都是在书桌柜子里 后宝并没有,只能够下锅找了 电脑桌上摸一摸碰一碰 哎,这本书好像是凸起来了 原来是姥姥看书把钥匙夹在里面啦 上来把柜子打开 姥姥,你的眼镜我找到了 真的吗,一哈我的眼镜在哪呢 那,就在这个柜子里 姥姥,咱们一起去看电视吧 姥姥你看,这小表妹可真本 表姐,你看电视怎么不叫我 还有姥姥也是啊 哎,我陪姥姥看着呢 陪姥姥看? 哼,待会儿你就知道 一哈我看不到电视 你帮我拿一眼镜呗 好啊,小表妹 是不是你又把姥姥眼镜藏起来了 谁让你不叫我啊 就不叫你,就不叫你 眼睛我自己找 姥姥你先等着啊 这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盒子啦 小表妹你买东西也不买得好一点 这个铁盒我一下子就看到了 你等着,我上楼拿一个螺丝刀 有了啦,嘿嘿 王铁盖一点 转工拿到了姥姥的眼镜 给姥姥戴上 一哈一哈,姥姥的眼镜又不见了 我想要看书 姥姥先别着急啊 眼镜肯定还在家里的 小表妹你在干嘛呢 表姐,这儿的巧克力可真好吃 吃都吃不完 这哪是巧克力 这是烧焦的蜂蜜 不信你踩上去看看 不可能,这就是巧克力 还有味道呢 不过这巧克力怎么吃都是不完 小底下一清 表姐,快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眼镜盒吗 一定是妈妈把蜂蜜块 放在眼镜盒上了 奶奶快过来 这不是我的眼镜吗 你们两个走吧 美好的一天 从姥姥的眼镜丢了开始 姥姥,你的眼镜 又丢哪了 这次没电 我不小心掉进铁皮箱子里了 铁皮箱子里 这么重我也搬不动啊 有了姥姥,你等着 我去找下表妹借吸铁 姐妹妹醒醒,别睡了 上次我们一起玩的 南北极吸铁石呢 你说这个啦 你男的干嘛 你不会有嫌弃 没有男的嫌弃 给我就对了 这样子就能够把铁皮吸走 姥姥的眼镜就出现了 姥姥,那我去看电视了 表妹,帮姥姥上去 拿一下眼镜 表姐,表姐,让她去哪儿 我哪里进了 真的是 什么活都让我来干 姥姥的眼睛没有在桌子上啊 我看到了在阳台里 被猫给丢走了 不过姥姥眼睛可算找到了 姥姥,你的眼睛来给你 不行啊,眼睛花了 啊,花了 肯定是被猫抓花了 我去就拿去洗一洗 冲冲水浄一擦 全新眼睛又来了 就这样子 幸福一家人 又可以快乐的看电视了 小伙伴们,记得多陪陪姥姥 别像小表妹那样 只顾着自己玩 H app 我叫 ça